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怎么过呀 两个人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 所以这就是爱情的微妙 有人说爱情是一篇写不尽道不清的大块文章 从古至今 不管是什么 沙士比亚呀 弗洛伊德呀 是诸子百家呀 先生先哲呀 对爱情都有各自的理论 但是不管是谁的理论 只能叙述出爱情的一部分 不能是放之四海耳杰准的理论 为什么呢 因为爱情这个东西 它太复杂了 比方人群当中吧 有海誓山盟 有一见钟情 有水性洋花 也有是多猜多疑 有的是夫妻携手到百年 还有的是拿着一只旧船票接连的老上船 什么样都有 所以说你要说一下爱情理论全都概括 概括不了 那么今天 宋江跟颜颇西 他们俩就是这样 谁能说的清楚啊 有人说 说爱情这个东西 往往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其实不对 恰恰是当局者清 旁观者迷 一对夫妻都有一对爱情的道理 宋江在这坐着要不言语 心里面还在想 要不我走 这哥们就听楼下 那严佛说声 破气啊 天不早了 快点伺候这宋牙丝睡觉啊 我在这楼下给你们看着门 我们门要插着了 紧接就听楼下 光亮 门关上了 咕隆咕隆咕隆 插着了 宋江西侠 坐着吧 我是主动的跟你说了话 如果你再不跟我说话 今天呢 我就不说话了 我就在这跟你坐着 宋江不言语 门破西呢 在窗边的靠着 有时候抽冷的看宋江一眼 也不言语 就得着声叫的劲 一会儿的功夫 桥楼耿帮响 帮拖 定更天了 天黑下来 宋江想 果然是他跟张文远 可能有点关系 这一段时间 张文远 我经常见不着他 我上哪儿去 张文远可就知道了 张文远 也可能在我出去办公的时候 他就往这儿来 根据他这个情绪 很可能是这样 待了一会儿 到了二更天 桥楼上 邦邦 唐唐 月上东窗 庚楼声帮 两个人是相对不相望 一个是无极奈何 一个是心绪烦乱 黑宋江想走走不了 那个盼着白张三 想来来不到 两个人心里边都醒闹 夜长睡不着觉 就在这儿深调 宋江想 这纯属是瞎胡闹 情已了 何必再求好 完全是闫婆子 从中烂角啊 闫婆西在那儿坐着 偶尔的瞅焰宋江 心想 黑宋三 你还想跟我好 还想跟我睡觉 办不到 哎呀 我想的是 白三郎 却他来到 一个黑的 一个白的 两人都叫三郎 却完全不一样了 啊 这两个人 他 黑的像煤 人家 白的像面 他 冷的像铁 人家 热的像碳 今天 你先跟我上床啊 那算办不到了 我就在这儿 跟你伸靠 我给你靠道 鸡轿 咱们两个是各走 各地道 颜婆西 就在那挺精神的挺着 宋江不言 又过了一会儿 桥楼上 鼓打三更 邦 邦 邦 唐 唐 唐 宋江心想 我们俩这叫 渊渊 渊 本来不是一家 为什么往一块儿牵 当年我倒是为什么呀 又舍棺材又给钱 简直是吃了谁的迷魂丸 都是那个媒婆 从中瞎周旋 引得我上了贼船 到现在 后悔一晚 我是自寻烦恼 不能怨人 也不能怨天 颜婆西在那坐着 瞅着宋江 先想 转身月下朗 喝醉了酒 错配了姻缘 本来是 给我这白张三 结果送了一个黑宋三 酒醒了之后 才发现 拴错了红线 重拴 这么一来 他就全乱 哎呀 他叫宋三 他叫张三 你说怪呀 为什么都叫三 别敢都叫三 他们两个可不一般 明天我见了张文远 我让他把名字改了 把你三字竖起来 盖门就张川 干嘛跟他一样 咱们明天见 颜婆西不睡 三更天过了 宋江啊 可有点困意 吸来 宋江就在这椅子旁边 驱躬而枕着 拖着太阳去 就打了一个腿 刚要睡着 这么一晃 他醒了 醒的功夫 再一看 颜婆西不在那坐着 颜婆西啊 上床 靠里边 躺去了 点朝里 扯过一床夹背来 搭到身上 点朝里 在那 好像睡着了 宋江心想 哦 你睡啊 你睡我在这 给你守夜 我坐得天亮了 没那个事 你睡 我也睡 这床上外边 不可以闲着半截吗 哎 够我躺去了 宋江站起来 一伸手 就把这个紫罗兰带 包括那个招文带 他就解下来了 解下来 那么一缠 就挂到 颜婆西床头 那红罗漫障 那个枝杆上 挂到之后 把这个外边的袍子 脱下来 啪 一拧 转身形 就放在墙角 这个衣裳架子挂上 里边的短衣 没脱 宋江 来到床边上 逛着一揍 把鞋脱 一转身 一看这半俩 没有枕头 站起身来 游到旁边 拿过俩枕头来 往头巾里一放 宋江啊 脸朝外 颜婆西呢 脸朝里 宋江就这样 跟颜婆西 还保着一段距离 谁也不挨谁 宋江就躺下了 宋江那么一躺 这个床这么一动 这颜婆西啊 好像知道了 其实颜婆西 没睡着 那生着气 叫得近呢 能睡着吗 躺着是歇息歇息 宋江往上一躺着功夫 下意识地亨利上 颜婆西在里边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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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心想 我别跟他一般见识 宋江想 我躺一会儿 我躺一会儿 把眼睛闭上了 刚要睡着 就感觉到颜婆西在里边那床子 翻俩身把宋江闹醒了 宋江心想 今天他是跟我叫上劲了 一会儿的公主 天到四更了 四更一过还没到五更 宋江心想 我在这睡也睡不好 我起来 宋江起来 起来之后 穿好了鞋 过来 先把自己这件外衣就拿过来 认上袖子 系着扣 瞅着床上的闫波熙 这闫波熙眼朝里 宋江下床穿衣服他都知道 闫波熙又亨利 剑辈 宋江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闫波熙在床上 就坐起来 你瞅不要脸 下贱皮 你不是人 干什么 这闫波熙 唱小曲的出身 那嗓子透亮 半夜三更这两个嗓子嗷嗷的 连邻居都能听着了 这两声喊出来之后 宋江不敢再说话了 为什么 宋江心想 我要再说话 他就跟我大声豪气的吵 这么一吵 邻居们知道了 是我跟他吵起来 我的要脸 宋江气着 把这衣服口系好之后 一开楼门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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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了楼 下楼之后 还在楼下外边的门 咕咕咕咕咕 门插回响咕咕咕 门一开 这个闫波子 这一宿也没睡时 注意听这楼上的动静 听门一响 闫波子在屋里就问他一句 谁啊 宋江回了一句 我 哎呦 鸭丝啊 天还没亮呢 您这干什么想 衙门里边 要做工 得早去 我走了 宋江迈不出来 把这房门一带 就听闫波子说了一句 把门给我带紧啊 宋江带上房门 弄冲冲 就走在了大道上 越想越气 心想 这个闫波子 没想到他会这样子 四更多天 还没到五更天呢 天没亮 他来到衙门口外头的时候 宋江一瞧 压门口外边有一个卖汤药的老王头 什么叫卖汤药啊 这个北宋年间有这么一种职业就卖汤药 这种汤药可不是给人说治什么病的那种汤药 他呢有这么几个药锅子 是按照对身体有益的补身健身的那种药 熬那么几种 卖这种汤药 也不难喝 哎 很甜的 所以这个老王头呢 跟宋江特熟 宋江呢 经常到他这个汤药摊上来喝一碗汤药 老王头对宋江是从来不要钱 因为老王头宠上宋江的人格 知道宋雅思是运城县有名的大好人 宋江总觉得欠老王头这么一点情 曾经有一回给他拿过十两银子一块给 老王头就说了 宋雅思啊 你可千万别给我这钱 我知道您是想给我汤药钱 咱们呢 用不着这个 我这么一把年纪了 您就喝我的汤药 我不找您要钱 我也赔不上 后来宋江就说句笑话 那我怎么报答您呢 老王头说不要钱 你等我死了的时候 你给我买口棺材就行了 宋江说不 死了再买棺材你看不着 我先给你棺材钱 行行行行 等哪天你给我棺材钱 就这样 宋江今天走到这儿呢 这么个老王头 老早的刚摆了摊 卖汤药 借着这个汤药摊前面挑这个当务 这老王头就看见宋江 哎呦 宋雅思啊 这么早您怎么就来了 我昨天晚上上朋友家去了 吃酒吃醉了 这不是什么 今天一早到这儿 衙门里边还有公事 几等要办 我抢早把这公事得办完 要不老爷还要问呢 哎 坐下坐 过来过来过来 先喝碗汤药 来来来来 来碗 你吃醉了不是吗 今儿个我给你来一碗 醒酒 二尘汤 说话前 这老王头就尝了一碗 二尘汤就端过来 您尝尝这怎么样 宋江就坐着 坐着之后 把这二尘汤端过来 刚喝了半碗 宋江心想 哎 这朝盖给我带来了 一顶金子 那颗金子 我现在掏出来给他得了 就说买棺材用 上帝在我身上带着 我觉得是个事 宋江顺手就一摸的招文带 走 宋江忽然招下招文带 没带下来 对呀 光穿外衣了 这袋子 在在床头上挂着 宋江赶忙就站起来 你等一下 宋江慌慌张张 迈步忘回走 老盲头一个 哎 宋亚斯 你这还没喝呢 我回来再喝 有点事 宋江急步忘回改 一边走 这宋江心里不就想了 哎呀 这个招文带 挂在他床头上 我光顾跟着颜婆西生气了 我走下楼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颜婆西 他会不会发现 他又发现了 那里边那封书信 他会不会抽出来看呢 他要一看 颜婆西能不能通读这封信呢 据宋江了解颜婆西这个文化 他能一般的书信能看 你们得唱小曲的 得背歌词 但是朝盖里得写这封信 宋江心想 他未必能看得下来 比方说朝盖那个姓 那朝字 他就未必认 宋江想 丹苑德他没有发现了赵文带 第二步 是丹苑德他不能认下了这封信 这么想着 宋江就回来 来到这里一推房门 刚才他把门带上来 这个颜婆子没起来插门 一推房门 门一想 他就进来 转转把房门一关 屋子里边的颜婆子就问了 谁啊 我 宋夏思 回来了吧 起冒了五经了 天还没亮呢 你去上什么班呢 快点上楼上啊 跟婆心再睡个回笼家 宋江顾不得回答他 急步走上楼来 把楼门一推 进来之后 哗 把楼门一关 往窗头那一瞧 紫罗鸾带和招文带 没了 宋江心想 肯定他看见了 这得说软和话 他几步走到了床前 轻轻的一推颜婆西 婆西 看见我的那个带子了吗 颜婆西一回头 什么带子 没看着 这得说轻轻的一推领